大家好我是時光飽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 還有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很多朋友他們買計時標的時候 都會首先考慮努力試的地通拿 地通拿確實是一隻好標 今時今日如果想以公價買到地通拿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 因為它的市場價格已經去到超公價多過一倍 我自己比較反對用超公價來買標 因為我覺得這個都不是品牌 認為自己的產品應有售價 所以我在這裡選了五隻 我覺得無論在設計 在技術的含量 都是非常之突出的換標 希望我介紹給大家有多些選擇 第一隻我們想說的換標是 Bugary的Octo Fenissimo S-Clororaf GMT Octo這個八角形的系列 Bugary裡面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系列 Venissimo這個龐芝 都曾經為他們打破過好幾個超薄紀錄 有超薄的陀斐輪 有超薄的自動換標 GMT的計時標 陀斐輪的計時標 甚至有超薄的三文換標 今年他們推出這隻 Venissimo S-GMT Chlorograph 它本身有兩個Version 一個是鋼的Version 另一個是Titanium的Version 我們主要是想介紹鋼的Version 它的直徑是43毫米 厚度是8.75毫米 比起最薄的GMT的計時標的6.9毫米 是厚了一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將標殼做得更加強壯 以及將防水做到100米 比6.9毫米厚度的30米的防水 是多了很多 這隻碗標本身是搭載了Bugary自己設計生產的自家機芯 這個機芯擁有一個PT950的環形擺脫 好處是它不會遮擋我們欣賞這個機芯的運作 因為這隻碗標是有一個藍寶石水晶玻璃的底蓋 這碗標可以提供55小時的動力儲備 我們看看那個標面的布局 它本身是一個藍色的標面 八角形的內圈 配上一個圓形的標圈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時尚 再加上它的標鏈是一體式 以及非常貼手的設計 標面的布局在9點鐘位置是一個小秒針 在6點鐘位置是一個30分鐘的計時盤 而在3點鐘位置是24小時的第二時區的顯示 這個第二時區是可以用9點鐘位置的按鈕去調校的 這隻碗標本身的定價是12萬8千元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標 IWC的PILOTS CHRONOGRAPH TRIPLE TO REFERENCE 3705 是早上1994年的時候 IWC第一次推出一隻用黑陶瓷做標學的PILOTS CHRONOGRAPH 這碗標當時限量了1000隻 一直都非常受到IWC的愛好者的追捧 價錢一直都是高舉不下 今年IWC出了這個致敬的版本 是用一個新的合金的材質來做標學 這個合金叫做CERATANIUM 是用CERAMIC加TITANIUM 是由IWC自己研發出來 它本身是有CERAMIC硬的特性 以及有DITANIUM輕的特性 這個碗標是搭載了IWC自己設計生產的自動上鏈道柱論 本來的計時機心 我們看看它的標學和標面的設計 它本身是黑配白 反差做得很漂亮 因為是自家生產的機心 所以佈局和之前的版本就不同 它現在9點鐘位置是12小時的計時盤 12點鐘位置是30分鐘的計時盤 6點鐘位置是有小秒針 3點鐘位置也有星期和日期的顯示 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它那支時針 因為這支長方形的時針挺特別的 它和那支分針有比較大的反差 絕對不會是看錯的 這個碗標本身是可以做到60米的防水 是用一個實心的標底蓋 都是用SEROTANIUM這種物料去製作的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地方 IWC是用一個軟鐵殼來做防持功能 而這個軟鐵殼的好處 就是它將整個機心都保護得很好 就不是說好像植油絲 只是在琴中系統的部分會防持 另外這個碗標是可以提供46小時的動力儲備 配一條黑色的皮錶帶 限量都是1000隻 今次只是放在網上買的 聽聞反應是非常好 已經要開始位置了 而且是港幣的96500元 第三隻想說的碗標是 Omega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Coloma 361 有留意碗標的朋友 有可能都會聽過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因為這隻太空標實在是太出名了 它在1969年的時候 是第一隻碗標是跟隨太空日登陸月球的 在五十多年裡面 它用了幾代不同的機心 今次Omega將一個擁有Coaxle 的機心放進去 這個361的機心是一個手動常年的機心 也是今次五隻碗標唯一一隻手動常年 如果你喜歡每天幫你的機械換標注入 一些能量的話 這個可能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機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擁有一個Master Chronometer Certificate 什麼為Master Chronometer呢 原來它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它擁有一個瑞士天文台的認證 COSC COSC主要是針對準確度的 第二個認證就是MUTAS 它主要是針對防磁 以及對溫度的變化的抵抗能力 防震 以及穩定度 這個碗標也是有一個直牛C的 它可以幫助你的碗標抵受高達15000個Gauss的 一個磁場的影響 試過用我這個碗標 就覺得它那個Start Stop Reset的功能 比上一代更加Smooth 以及更加利落 碗標可以提供50小時的動力儲備 第一次在Speedmaster Professional裡面 是可以有停秒的功能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的調校時間 碗標的直徑是42毫米 有兩個Version 第一個就是Haslight Crystal 就是我們所說的Pixi Glass 這個是一個原汁原味的版本 1969年上太空的碗標就是用Pixi Glass 它是配一個實深的底蓋 另外一個Version 就是用藍寶石水晶玻璃做標的標底蓋 都是藍寶石水晶玻璃 就可以給我們欣賞到這個361型機芯的運作 另外一個改良就是在那個標鏈 新的標鏈是5個金屬的標鏈 試帶過的朋友都會覺得 它是比較輕 更加貼手 更加舒服 Pixi Glass的Version 就是定價港幣49,000元 這個Suffiah Crystal的Version 大概是55,000元 第四隻 這隻碗標是Tek Hoyer的Monaco Kalimar Hoyer 02 Monaco這個碗標 在1969年的時候首次推出的 它當時也是 其中一個最早期的自動上年計時的碗標 在50幾年裡面 它都用過很多不同的機芯 大部分都是第三方供應的機芯 今年 Hoyer 將自家生產的Hoyer 02機芯放在Monaco的碗標 這個自家生產的機芯是有道儲論去管理 Stat Stop Reset 但我自己覺得這隻碗標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方形的標殼設計 這碗標是39毫米乘39毫米的尺寸 都挺大隻的 但是 它那個橫切面體 我覺得 那個厚厚的藍寶石水晶玻璃 讓人覺得它很Modern 很時尚 很紮實的感覺 另外 那兩顆在2時至4時位置的 計時的按鈕 八角形的設計 跟一般的圓形 或者是長方形的按鈕 是不同的 我覺得Hoyer在這方面更加做得一些比較仔細的細節 而這個標盤的佈局 跟以往亦都不同 因為自家生產機芯 所以它擁有一個12小時的計時盤 在9點鐘位置 在3點鐘位置就是30分鐘的計時盤 連同中間的小秒針 所有計時部分都是用紅色的針 讓人一眼就可以分辨出計時的部分 而小秒針就在6點鐘位置 自家生產的機芯 本身也很帥 它是有一個 黑色的圓形的擺坨 還有杜柱鱗 都是加了紅色的元素 這隻碗錶是可以做到100米的防水 定價方面 就是港幣49,000元左右 好了 最後一隻 SANIF的Chromaster Sport 十分之一秒 SANIF這隻碗錶 很多朋友都說它 有點像Ditona 我自己就覺得 不是那麼像 而且它的設計 都很有SANIF 自己本身的DNA 它有兩個Version 白色和黑色的錶盤 我自己比較喜歡白色的錶盤 我們看看這三個小錶盤 分別是 淺灰色 灰色和藍色 這三個有一點點 overlap的小錶盤 和不同顏色 這個是SANIF 本身的計時錶 的一個 傳統的DNA 這隻碗錶最大的特色 就一定是在十分之一秒計時 這個錶圈是一個 陶瓷CERAMIC的錶圈 上面那個黑度 是有十秒鐘 而每秒鐘是分開十格 換句話說 中間的計時 的秒針 每十秒鐘 就會走一圈 比普通的計時錶的秒針 快六倍 那麼多 而我們看看 錶盤 那個設計 在九點鐘位置 就是一個小秒 而在六點鐘位置 是一個六十分鐘的計時盤 而三點鐘位置 那是一個六十秒的計時盤 四點和五點中間 就有一個日期窗 這個碗錶的 Start Stop Reset 那兩個按鈕 是用傳統的圓形 PUSHER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那個Vintage 感覺比較好 這個機心 本身編號是3600 Alper Mural Alper Mural 其實也都在1969年 推出的其中 特意最早期的 一個自動上鏈的 計時機心 他當時的特色 就是一個高頻機心 就是可以每小時有36000轉的震頻 讓他可以 accurate 去計算到十分之一秒的準確度 不過一直下來 都沒有什麼 將這個十分之一秒的計時 顯示出來 今次 這個新的機心 就正正是加入了 這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據我了解 應該在市場上 都只有他可以這樣 去顯示 十分之一秒的計時準確度 本身那個機心 是有一個直的琴重鈴 是可以讓他做到防池 有60小時的動力儲備 41毫米直徑的鋼的錶殼 也可以做到100米的防水 這個碗錶 定價是港幣 大約8萬4千元左右 好了 講完五隻 各有不同的設計 背景故事 和技術含量的計時碗錶 我希望 大家在這五隻碗錶裏面 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選擇 今個星期日周標示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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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